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说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他们所离的愿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信上 又要放在他们里面 以后就说 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签和他们的过犯 这些罪过记忆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 好,读到这里 那么十六节说的是 主说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他们所离的愿乃是这样 那么,护塔兽时 如果说第一个约定的时候 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去迦南地的时候 那麽,过了红海就有西乃山 所以那个叫西乃山 到了西奈山的时候 神说 那个故事在 初爱纪纪十九章 如果你们都遵守我的律力 你们将成为祭祀的国度 就会成为圣洁的百姓 当时以色列百姓特别高兴 所以以色列百姓说了什么呢 神道我们绝对不能全部遵守神的法 我们是软弱的 我们是不足的 求神赐给我们怜悯 你当这样说 但是以色列百姓应许 应许神说 他们答应神说 我们都要遵从神的旨意 神的律力 就此人和神之间有了约定 更加仔细说明这些部分的话 但知道初爱纪纪二十章是什么内容吗 初爱纪纪二十章出现了 初爱纪纪的律法 十诫命 那么十诫命律法出现之前 神在十九章说过 我们一起找一下初爱纪纪十九章 这是非常重要的话语 初爱纪纪十九章五节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做祭祀的国度 为圣纪的国民 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再看七节 摩西就召了民间的长老来 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 都在他们面前闯明 百姓都同声回答说 反耶和华说的 我们都要遵行 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 神说你们遵守这些十诫命 就会蒙福成为祭祀的国度 但是违反的话 你们要受咒诅 问题是以色列人 怎么回答的呢 神啊 我们是遵心不了的 我们这种人 怎么能遵心神的律力呢 我们不行 礼堂应该这样回答 但是以色列百姓 胡说了什么 按照耶和华的命令 我们都要遵行 因为以色列百姓 和神之间 有了这样的预定 所以在二十章呢 出现十诫命 已经约好了 都遵守才能蒙福 遵守不了是咒诅 那么神在摩西 神叫摩西到西奈山山顶 神用手指在石板上 记载了石阶命 那么摩西就拿着神所记录的石阶命的石板下来 山下的以色列百姓就说 摩西上了山已经过四十天了 独自一人在山上也没有水喝 他说怎能熬过四十天呢 所以人们说摩西不止死活 以前有什么问题都是摩西来解决 那没有了摩西我们该怎么办 亚伦呢 为了凝聚以色列百姓的心 需要一个凝聚点 要不然呢 以色列百姓都会四分五裂 为了找这个凝聚点 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我们做了一个金流毒 所以把有金子的人都拿来 把金子拿来 那有些妇女呢 把自己金戒指好不容易给拿出来了 有些妇女呢 把耳环呢 啊啊啊一下给他拽出来了 还有项链等等 这些金手是越来越多 然后用火给融化 做了金牛毒 所以用金牛毒做了开幕式 就是说以色列百姓 这是引导你们出埃及的你们的神 就这样摆设大宴席的时候 摩西就拿两个石板 从西奈山下来 越说要求说百姓当中有争吵的声音 但摩西早就知道了 这不是争吵的声音 也不是战争的胜利歌 他们是在歌唱 所以拿两个石阶兵的石板下山一看 原来下面有金牛毒 人们都说这是你出 引导你们出埃及的神 摩西呢直接把石板给摔碎 本来按照约翰的命令 他们都要遵守 但是夏山申前就已经违反了 说我在我面前不要 侍奉别神 不要造偶像 石阶兵还没有到呢 他们已经违反了两条 但是这是双方的约定 圣明记二十八章更加仔细说明 当你们听而且行我所吩咐的 无论进还是出都会蒙福 你的儿女也很蒙福 你的牛羊蒙福 器皿也会蒙福 我小时候去教会 这叫这个充满的蒙福 因为不断地蒙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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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那时候开玩笑了 重要的是 并不是到此为止 如果你们不遵守这法 相反 进来也是咒诅 出去也是咒诅 你们对器皿也咒诅 牛羊会受咒诅 从你身上出生的也会受咒诅 你家里的客类也受咒诅 咒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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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咒诅半天了 那就会犹豫不决了 会犹豫 所以这百姓呢 都违反了那个法 所以神给了时间命 叫人遵守 在我面前不要侍奉别神 不要拜无效 但是已经违反了很多规条了 所以以色列百姓只能遭受咒诅 所以他们进到加拿大地以后 受到咒诅 成了巴别伦的奴隶 成了外邦人的奴隶 所以我仔细看了耶利米书 耶利米书 耶利米书里面 一直有外邦人进来 而且不断地有咒诅咒诅 所以实际命也叫做约定 为什么叫约定呢 因为遵守才能蒙福 遵守不了是咒诅 以色列百姓跟神已经约定 按照约和的律例 我们一定遵守 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过程 我们大概看的话看不出来 但是要仔细看 《初一集记》十九章五节有这样的话语 我说你们若实际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做祭祀的国度 为圣洁的国民 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摩西召了民间的长老来 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 都在他们面前成名 八节说了什么 百姓都通声回答说 凡耶和华所说的 我们都有遵行 那么神说只有遵守这个约定 这个法才会蒙福成为祭祀的国度 成为神的百姓 但是遵守不了将会受咒诅 这是以色列人说了什么 神啊 我们是罪大恶解的人 我们怎能遵守法呢 我们遵守不了的 求主怜悯 李当应该这样回答 但是以色列百姓说 我们都要遵行 这就是衰机19章 到了衰机20章呢 就出现实戒命 以色列百姓努力要遵守实戒命 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遵守 实戒命下山那天 他们已经造了金牛犊 在问前不要侍奉别神 不要造武相 全都给违背了 所以以色列百姓呢 只能是受咒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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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以色列开始了咒诅 以色列百姓到了加拿大地 巴比伦开始占领以色列了 那作为奴隶都被抓去了 城里留下来的以色列百姓 被凌辱 受到痛苦 而且耶路撒冷城被陷落 全部犹太人都逃跑 有无数以色列百姓 真的在绝望当中 耶利米是痛苦的先知 因为悲伤不断的悲伤 看到耶利米书的话 因为绝望当中的以色列人 真的是非常的悲痛 耶利米书一章二章三章四章都是 但是到达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时候 神说了惊奇的话语 看到这个话语 我特别惊讶 我们找一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好吗 请找一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 十五节 耶利米书三十一章 耶利米书如此说 在拉玛听见 浩涛痛苦的声音 是拉结哭的 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 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那么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之前 神一直说了关于绝望 但是三十一章开始有其他的内容 三十一章一节说了 耶利米书说 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 他们必做我的子民 而且耶利米书三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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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离一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 我使他想安息的时候 他曾在旷野门 古诗耶利米书三十一章 古诗耶利米书三十一章 向以色列显现说 我已永远地爱爱你 因此我已此爱吸引你 四季,以色列的名字,我要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在以肌骨为美,以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 又必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栽种葡萄园,栽种的人要享用所接的果子 耶利米对以色列本来一直有咒诅的话语 但是到了三十一章以后,咒诅变为了祝福 为什么?怎么可能? 因为犯罪的就是打破神应许的人 拿着十戒命,一般叫做律法 这也叫约定 那十戒命的这个律例叫约定 那么神与以色列一约定了 你们遵守救蒙福,遵守不了咒诅 但他们全部违反 所以四面八方都被抓为奴隶,不断地有咒诅和咒诅 但耶利米说一直往后 到了三十一章就有惊奇的话语了 那就是受咒诅的一些百姓全部都改变为祝福 这是怎么可能的呢? 但是犯法的百姓要受咒诅才对啊 按照神的法只有遵循才能蒙福 违背就要做咒诅的 但是过了三十一章以后呢 越来越有祝福了 各位这个咒诅 改变为祝福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知道吗? 人们不清楚 不清楚 我也不清楚 但是我读着圣经 神让我明白圣经里有神的惊奇的计划 我们再看三十一章 三十一章太长了 我们先看看后边 三十一章十五节 三十一章十五节 又话如此说 在拉玛听见 浩涛痛哭的声音是拉杰哭她儿女 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再看十六节 再看十六节 又话如此说 你禁止声音不要哭 不要哭 禁止眼泪不要流 因为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 你们必从敌国回归回 这是又话说的 那么按照神的约定呢 以色列百姓要受咒诅的 但是神的咒诅 这个咒诅突然就改变为了祝福 很奇怪了 我们要明白的是 不然以色列百姓四面八方都有仇敌 都要咒诅 但是为什么 到底因为什么 这个咒诅突然结束成为祝福了呢 我们通过圣灵要发现这一点 神并不会无缘无故的把咒诅改变为祝福 圣经是非常惊奇的 本来一直有咒诅 到了后来就改变了 这样的圣经话语 我的心都不知该怎么去保持镇定 太惊奇了 这咒诅怎能改变为祝福 本来犯了罪 只能遭受灭亡的人 怎能这样蒙福 特别好奇 所以 我认真地读了好几次了 那么看十八节 我听见伊法利言为自己背叹说 你责罚我 我便受责罚 像不惯富恶的牛犊一样 求你使我回转 我便回转 因为你是我优华的神 我回转以后就真正地懊悔 受教以后就拍腿叹息 我因担当幼年的凌辱 就暴愧蒙修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神的心 在二世纪有这样的话里 我会想到她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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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话说 伊法利言是我的爱子吗 是可喜悦的孩子吗 我每逢责备她 仍叹顾念她 所以我的心长 恋慕她 我必要怜悯她 那么 当受咒诅和灭亡的我们 神说出了这么惊奇的话语 再看了是一节 以色列民呢 你当为自己设立指路牌 竖起引路柱 你要留心向大陆 就是你所去的原路 你当回转 回转到你这些诚意 被道的民呢 你们翻来覆去 要到几时呢 伊法利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 就是女子护卫男子 再看23节 万就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是被鲁之人归回的时候 他们在犹大地和其中的诚意 必在这样说 公寓的居民呢 圣山呢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那么向着那些犯罪的以色列百姓 神使他们可以归回 再看下一节 下面的章节 犹大和属 犹大诚意的人 农夫和放羊的人 要一同住在其中 25节 这些疲惯的心情 我使他 疲乏的人 我使他 包贺 愁烦的人 我使他 知足 先知说 我醒了 睡着睡得香甜 再看27节 以后话说 日子降到 我要把人的种 和牲畜的种 播种在以色列家 和犹大家 那么从神嘴里出来 所有的话语 到了耶利比书31章呢 看到咒诚和灭亡改变成了盼亡和喜乐 看这圣经内容特别感动 怎能这样呢 怎能这么美妙 犯了罪 违反了律法 怎能有这样的祝福呢 我继续读下去 到了31节 看到了惊奇的话语 耶和华说 日子降到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 另立新约 这新约也叫 英语叫 covenant 叫New Covenant 或者叫 Old Covenant Old Covenant 是什么意思 那是旧约 意味着使诫命的约定 遵守才能蒙福遵守不了受咒诅 所以叫约定 那么神已经这样约定了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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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按照神的第一个约定 遵守才能蒙福 遵守才蒙福 遵守不了受咒诅 按照这个约定呢 只有咒诅不咒诅 耶路撒冷城被陷落 以色列百姓被杀死 四面八方都被围困了 当了奴隶 有悲惨的咒诅面临到以色列百姓身上 那么 那么该收咒诅以色列百姓 到底因为什么 怎么可能改变为祝福呢 最大的核心点 耶利米书正确地记载着 我看着耶利米书 看着神的心 看着神的心 不知多么感谢 在三十一节 我们一起看一下 一起读 以二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 另立新约 这是第一个约定 那就是十诫命 那么这十诫命还要放在约会里面 那按照这约会 这个约定 只有你们遵守我的律例 你们才能成为蒙福的国家 成为祭祀的国度 要不然只能遭受咒诅 问题是当时没有一个以色列人可以遵守 所以不断地有咒诅,咒诅,咒诅 这里说了什么? 不断地咒诅 我想接近大家再聊一聊 在三十一节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神第一个顺利的约定是什么? 实际命律法是吧? 是不是? 只有遵守才能蒙福 遵守不了是咒诅 但是以色列百姓律法将要降下来的时候 已经造了尖流毒 在文明就不要侍奉别神 不要拜偶像 当时就要死三千人 所以就不断地有咒诅,咒诅,咒诅 结果他们从加拿大地成为奴隶被赶走 犹太人都不如狗架一样被卖出去 卖不出去地用刀杀死 分散在了全世界 来临到咒诅 耶利米 他已经预言 就是越过了三十章以后 本该要受咒诅的人们 神的心 却突然就改变为了祝福祝福 本来已经约定了 遵守约定是蒙福 违背约定就是咒诅 那应该受到咒诅才对啊 这就是说法 但是神深爱以色列 不能任凭他们受咒诅 有着惊奇的话语 这惊奇的话语是什么 我以后话说 日子将到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这就所谓的New Covenant 就是新约 大家也跟着说一遍 New Covenant New Covenant指的是新的约定 是一直以来跟一直以来的约定不同的 新的约定 第一个约定是用时间命硕立的 只有遵守才能蒙福 遵守不了是咒诅 那么第二个约定 New Covenant是到底什么样的意义呢 这是很关键的 我是个牧师 需要给圣徒们讲道 我不能说自己的发 自己的声音 自己的想法 无条件说 忠诚就蒙福 奉献十分之一就蒙福 那是骗人 那是骗人 全都是 我们已经完全违背律法了 该说咒诅的 我们都读了耶利明书三十一章了 神的心完全改变了 改变成祝福恩典 圆明 为什么 到底是为什么 因为要树立新的约定 也叫New Covenant 新的约定 现今有很多人 因为不了解圣经 只以为遵守时间命就会蒙福 其实我们受咒诅就是因为时间命 因为只有遵守才能蒙福 遵守不了是咒诅 人们都说好了要遵守 所以遵守不了的话 只能遭受咒诅了 所以神 神也知道我们只有遵守才能得蒙福 遵守不了是咒诅 神知道靠着时间命是不能拯救我们的 所以神定义给我们树立一个不是时间命的信的约定 这个信的约定是像我们肮脏的人也可以蒙福得福的约定 就是违背律法的人也可以得福的法 我们人就需要这样的法 通过遵守律法才能蒙福的都是虚假 谁能通过遵守律法蒙福 现今有很多的牧师骗人们说我们遵守律法蒙福 我们早就违背了怎么怎么去遵守呢 已经违背这些 已经违背了怎能有祝福呢 各位罗马书 三章 有这样的话语 律法所说的 是 是在律法之下的人说的 好堵住所有人的口 让所有的人在神的审判之下 大家听说过吗 我们找一下罗马书三章 十九节 我们小的律法上的话 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 还有在个人的口 叫普世的人都服在神的审判之下 是 男人摩西的律法受审 全都是咒诅 全都是 在现今有些教会呢 每周主日礼拜奉读十诫命 真是 完全是疯的人 那自己遵守不了 你背了有什么用 已经违反了 你以后再遵守也有什么用 在罗马书三章呢 我们小的律法上的话 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 好塞着个人的口 叫普世的人都服在神的审判之下 无论在座的哪位 拿律法来审判的话 全部遮住 遮住 全都是咒诅 咒诅和咒诅 而且 在看二十节 所以 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阴行律法 能在神面前称义 因为律法本是救人之罪 这是二十节的话语 所以按照遵守律法 都只能遭受咒诅 这里 这里 二十节之 所以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阴行律法 能在神面前称义 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 我们都违反了 以后好好遵守就没有咒诅了吗 已经是咒诅了 还让我们从今以后努力遵守律法 有很多这样强调的模式 那是因为太不懂圣经了 如果我说这样的话的话 人们还说我是一端 那我们看二十一节 在这里的话 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 已经显明出来 都没有遵守律法 却有义的方法了 这该怎么解释呢 已经违反了律法的我们 这实在是宝贵的神的祝福啊 神到底是为什么 下着违反的我们 违反律法的我们还要祝福呢 犯罪的人 该受咒诅的人 该受灭亡的我们 为什么要祝福呢 祝福的神说了什么 改变了法 所以就开始了New Covenant 新的约定 第一个约定呢 遵守律法才能蒙福 遵守不了就要受咒诅 那么以后 再怎么遵守律法也只能做出 现在呢 叫人们遵守律法才行 遵守不了才是问题 我一直是不行的 但是New Covenant 这就是耶利弥书31章31节的话语 我们看耶利弥书31章31节 这里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首先呢把实践命给 我以前的实践命只有遵守才蒙福 遵守不了是咒诅 那是以色列百姓当初是怎么回答的 本来应该回答 神啊我是遵守不了的 我们怎能遵守呢 我们只不过是软弱的人 我们有诱惑 我们喜欢这世俗我们不行的 求生怜悯吧 应该这样回答 但以色列百姓太骄傲了 有些律法师就问以色列 至于耶稣说 师父我可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遵守不了还装作自己遵守 律法写的是什么 你念的是怎么样呢 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 爱临手如同自己 那你去照样行吧 我读圣经的时候 为了读圣经要节约时间才行 我一直培训自己节约浪费的时间 刚开始对于睡觉 我研究自己要睡多少时间 不好意思 现在已经老了 对于睡觉宽松一些 但年轻的时候 我一直努力要减去睡觉的时间 对于睡觉研究了很多 读了很多书 不是一般的睡觉 同样睡觉也是 如果睡不香的话 那就疲倦 能明白吗 所以睡不香的人呢 一整天就会疲倦 真正睡好觉的话 睡的时间虽然不长 但是睡完起来身体就舒服了 我通过一本书看到这些内容 所以读了关于睡觉的这些内容 人们真的有困困困难的时候 如果定期的睡觉 但是我这个周期性呢 总是被打破 因为我去外国 有导时差 因为我身体感觉那是白天 但是到了现场 却是黑天 所以我从外国来回 这些规律全都被打破了 如果正确睡觉的话 那书里面说 只要入睡开始 开始的第一分钟 会最深入的睡觉 而且早上睡醒之前一分钟 也是最深刻的入眠情况 只要这两次睡好了 就算中间睡得不太好也可以 按照这个规律我也去做过 结果呢真的没有睡多少 真的过着非常蒙古的生活 但是外国却不行 不能去不能来的 所以虽然我最近睡得比较多 但总是爱发困 所以我开始节约睡觉的时间 而且节约浪费的时间 为了读圣经 然后开始吃饭 节约吃饭 直到结婚之前 我吃饭呢 没有超过两分钟以上 就这样节约所有的时间 开始读圣经 一边读圣经 一边感到惊奇 刚开始读的是圣经 但是越往后越能看到神的邪恶 大家可以说说 神愿意造出这个咒诅 那么神愿意造出这个咒诅 神怜悯在百姓安慰他祝福他了 神是遵守约定的 听说要违反律法 只能造出咒诅 这怎么可能啊 解释不像话 神不会骗人吧 结果会有这样的混乱 所以这里说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不要乱与其他人的信用 神愿意造出这个咒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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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神说New Covenant 叫做新的案子 像我们这样丑陋的人 这样误会的人 像我们这样虚假的人 像我们这样罪恶的人 感谢的是我们 参加锻炼时 就算大家也是 我们会想知道 那么像我这样的人 只能是逼过咒诅 怎么避免这些 凌辱呢 我们会睁大眼睛看 继续读下去 耶利米书31章 31节 耶和如自说 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教会 由大家另立新约 第一个约定指着十诫命 遵守是蒙福 遵守不了是咒诅 本来应该实现命是不能遵守的 他一直发脾气 后来真的是这样 那么神为了证据一次百姓 为了恩待他们 哪怕是已经得救的人 也是将待他们 他们心里才能有 反应 有话说了 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 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天 但是31节说过了 这样的话语 而且32节说 他们不向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 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 所与他们所立的约 那么第一个约定呢 就拿着十诫命的石板 做成了这个约定 那么新的约定 那在这里的 在这里的接受约定的人 一不一样 一样 那么这里说什么 就不像我领他们 穿级的时候 那个样子 因为那时候 我们都已经掌握信息了 所以直到十诫命的 以色列百姓都不管了 都要受咒诅了 大家明白了吗 能正确明白了 这句话 实在是明显 再看33节 有话说 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以色列加和索利里的约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 写他们心上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词明 那么这里的话 要记在哪里 那么第二个约定 是发在我内心的 就是接受到心里了 阿们 阿们 如果这一诗的话语 接受到进来的话 我心里面会领导主的心了 虽然引导着这个书的是姊妹 1962年 10月7号 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是罪人 我每一天犯罪了 偷盗了 我是说谎的罪人 1962年10月7号 有一天神的话语 进入了我心里面 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念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欠 这是优华说的 各位重要的是 这里有什么话语呢 33节 因为我说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以色列家的语言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里面 放在他们信上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大家明白了吧 那么这个话语我们先撂在这 我们再看一下西伯来书十章 西伯来书十章 十六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 因为他既已说过 十六节 主说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他们所立的语言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信上 要放在他们里面 各位 各位这是话 眼熟啊 对吧 是不是 这是哪看过吧 在哪啊 这话语不就是跟耶利米书31章的话语一样吗 那么 神说日子将到 我都要以色列家会由大家另立新约 所以通过律法的审判的话 大家和我都要受咒诅 但是把新的约定接受到心里的话 大家将要成为义人成为圣洁的人 阿门 那我继续讲一讲 有一天新的妇人心灵知识被抓了 那么有新的妇人 我在监狱里面 十年以来教导囚犯 水源监狱五年 大天监狱五年 这十年以来教导囚犯了 去监狱的话 一眼就能看出囚犯的样子来 赌博的人呢 总觉得下一次能赢钱才赌博 偷盗的人呢 总觉得这回不会被抓才会偷盗 谁都没想自己会被刷现 其实这个应该不会被抓吧 就会被抓 这是偷盗人的心 大家能明白吗 我们是罪恶的肮脏的人 所以我们行善蒙福是不可能的 因为大家的心都是罪恶肮脏污秽的 各位行善的父亲为什么要行善吗 知道吗 因为上来淫乱的心就坚淫了 他就是说谎 再怎么有淫乱的心也是 如果想到自己被石头要打死 那谁会坚淫呢 不可能 那心淫的父亲为什么要心淫 因为他想这样下去不会被抓 有这样的信心才会这样做 不是相信耶稣的信心 乃是有了心淫的信心 这样下去绝对不会被抓 所以他们这样 去坚淫也可以马上好起来 那么囚犯们都是年轻人 进来就感谢神 出去就忘了 常常是这样 那是因为相信自己 阿们 阿们 是要否认自己才行 而且要相信耶稣的话语 耶稣呢 是神定了新的法 那么日子将到 我要于遇死的家会 由大家另领新约 那么我在暑假 再来的时候 发生很多的变化了 以前把我的约定 放在他们的 这个群聊里面 让人们可以思考 那以后呢 再也不能翻译 因为病人们说 起来拿起你的褥子 请走 这话语呢 能够听进 三十八年妇人的话 那一直以来 我们是被固定 想努力也不行 三十八年以来 就是起不来 有这样的想法 那不行就不行了 耶稣你都给我 就五百块钱 我要邀请别人 知道他是怎么走路的吗 当时 因为他想出了自己一嘴 妻子以外 没有耶稣的心和恩典 我是走不了路的这个想法 克服了耶稣的话语 战胜了 为我来看的时候 犯罪的人们 做错的人们 说谎的人们 只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想法战胜自己 那想法不能控制自己了 这个耶稣正确知道自己是没办法的 试着做无数次也不行 只有耶稣的话语见了 我觉得自己走不了 就一直用这样的 让祭司长可以走过去 把耶稣的话语 接着心里 都能先解开 因为那是神的话语 只能照样成就 新的妇人 新的就是被抓了 新的是肯定百分之百 有几乱的心作怪 那新的妇人被抓了 肯定有害怕 到了耶稣面前 审判了新的妇人 按照摩西的律法 他已经坚引了 耶稣这个妇人 行之事被拿了 摩西说用石头打死这个女人 你说该把她怎样呢 拿法来说是 耶稣也用法来说了 没有方法可以救活这拉萨路 所以说 耶稣在地上画字 重要的是 那么圣经 哪怕是一丁点 你用文章写 我们呢 用 我们的手 但人的手 在单一里述出来 在墙壁上出现 人的手 所以 像这个 人的手出现 人们以为这是神的手 却不是 神有两次记载 十字架的 叫宝诀 那就是新的约定 和旧的约定 但是日子将到 我要将 犹大家和以色列 加另立新约 那么新约呢 也需要用摇 摇动来控制 那时候又立了 新的三个约定 新的三个约定 要顺便他们的罪 不再记得 他们的罪 那是一个话说的 神说了这个方法 就是应许 如果 不顺便我们自己的罪 那就是蒙恩典吗 记得我们的罪 那是说谎了吗 顺便我们 这个孩子的罪 而且不再纪念孩子的罪 为此才派耶稣 像以色列 实际上耶稣会这样做 所以在地上只管画字 那么第二个约定 我们想着 神藏在这个石壁上 每当需要的就给 就给明君打电话 说 这光给他们 就是耶稣使教的宝血 当我相信我的罪 已经洗尽的时候 我心里就会记录 耶稣的法 我犯了肮脏误会的罪 但是耶稣洗尽了我 我就是一人 我是圣洁的 我成为一人了 就会有这样的信心 因为相信圣经话语得到的 耶利米书31章34节 所以耶稣说 日子将到 我要以色列家和犹大家 令你信约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他们的主 这圣经话语非常精确地说明 那么这些西部列书 怎能知道我们有这样的苦楚呢 西部老师10章 到16节 通过这样的故事 神让我们的心跟耶利米连接 明白了吗 能跟耶利米书31章连接了吧 你存在以后 要把这个神 借给神使用 罗马书8章呢 就拜托你 圣命圣灵之律 律法是罪和死亡的律 所以现在 在基督耶稣里的 不再有定罪了 因为罪和死的律 使你得到释放 现在有新的法之前 我们本因为有罪和律法 在痛苦 但是要树立新的约定 坎34节 说了什么 我要顺便优化 感谢你 那就是新的约定 耶稣呢 把新约呢 记录在了这个地上 同样的女人 摩西在律法写的这个 就是罪次的 用新的约定来调查 也就是说 我也不再定了罪了 出去不要再犯罪了 也就是救醒她的样子 新的这个妇人 那么是大家的 你犯了罪 如果这 遵守律法 就会蒙苦 但是耶稣 三十一章 三十四节 已经说了 我要顺便 他们的罪念 和他们的罪签 说人们不用再哭了 因为神已经音血了 但是万一 神不哭 因为这是新的约定 因此保险用 实际保险洗净 这四周礼拜 只能有信心才行 要传播这样的事实 还是有很大不足 他说最新 最新的可能会 那么从九十年到现在 通过圣经发现 我们是成为一人 现今有很多教会 身为牧师 还教导自己的信徒 我们是罪人 那是因为不懂新的约定 人们只想着受咒诅和灭亡 真正牧师要悔改 因为胡适正确了解神经 非常惊奇的是 有这样的一句话 真的是因为神的国度 大家要相信自己的呢 还是相信摩西的呢 这新的约定 真的是新的约定 我就想要他们的命 也跟他们有了一条腿 但是人们不相信 说我们是罪人 虽然都犯了最亏缺的神之荣耀 这个二十四戒 人们却问基督耶稣当佛 好像是听 辛苦过呀 他说确实没做 就给他送了西伯来书十章 一列美书三十九章 这一位违规的三十九章说 是如何不被抓的技术 然后又看了其他方式 在我们心里面 神的约规见了 神说不是纪念我们罪了 但是受壮处的结果 愿ف无毒的 信任 situ 欣赏在承担 さ不可以 尤其他的 那个人 贺迫 是 fantastic 我饿 sea 愿意 愿意 當中 有中 这一位 受罪的 在新人 意 受罪的 有罪的罪人了 那神也可能记错 我们也是记错了 身为了拯救我们 改变了法 所以再也不看石阶明 刚才也说了 赵家木箱子做好以后 要包扎好 石阶明石板放在 钻石里面感到害羞 这灵智 说什么叫mercy seat 因为这是 慈悲的位置 为什么 因为不看石阶明实力 不是法来判断 如果不懂了这个呢 天使用翅膀遮掩 我说过 以利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是大鸡之上 他想只要兄弟的孩子死 就是自己稳拿会长 有一天 他就二个来一起喝酒 跟无数的人一起同情 快要录路 现在我们回到耶稣神社 但是能够遵守约规律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遵守 全都得咒诅 不知不觉当中受咒诅 只是打开盖子 现场就死了五万零七十人 那不是好事 你看就会死 你看这石阶明 你也跟着会遭殃 你别看了 恩典的法 给了新的约定 真的有很多人想通过遵守律法 来改换论坛 不容易 你说到了救货和新的妇人 记载三字法 真的没有拒绝 没有审判 我们现在不一样 你们都遵守过滅满 所以他们三个恩养 记录 那个法律法 就通过他吩咐来审判 我可以说明他的罪念 不可以纪念他们的罪恶 这是以后话说的 阿门 阿门 那现在这些犹太人 罪恶的人 虚假的人 这旧约 好的 我们继续祷告 我们圣洁的父神感谢你 我们本来只能遭受灭亡和咒诅 这新的约定 那是新的法 是神告诉我们 神说 我要赦免他们的罪恋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迁 我相信 神 不会忘记我们 特别感谢神 希望这样的祝福 走向全世界的信徒 现在有多少人 渴望着随着赦免 真的太可怜了 有很多人不懂得圣经 像这个话 也可以传播下去 让更多人可以 得救 感谢神 奉耶稣 基督的名 祷告 非常感谢 感谢 感谢